为了钱,你是否愿意打破自己的底线 吃一口牛排奖励一万 喝一口烈酒奖励五万 还有这么好的事 肯定会有人说我能吃到它破产 先别急着答应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因此丢掉性命 这是一场资本家的游戏 在这个宴会上 除了这位富豪 其他人都是社会底层的韭菜 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钱 而小美也是其中一个 她的弟弟因为身患重病 需要一大笔钱 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 但小美一口没动 因为她是个素食主义者 得知小美不吃肉肉 富豪立马来的兴趣 将一万美金放在桌子上 只要吃一口牛排 这一万美金就是你的 小美难以置信 但犹豫片刻之后 还是强忍着不是吃了一小块 另一个大叔已经戒酒二十年 声称从此不会沾一滴酒 可富豪并不相信 拿出一万块 让他喝一口酒 没想到大叔拒绝了 一万不行再加四万 大叔开始犹豫 如果再加一瓶八万的酒呢 在内心挣扎许久之后 大叔一饮而尽 富豪很开心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在金钱面前 任何所谓的底线和信仰都不复存在 而刚刚只是一些开胃菜 接下来才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 因为获胜者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游戏规则很简单 就是在富豪说出两个选项之后 他们必须在15秒之内二选一 并且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完成它 游戏一旦开始 就不能中途退出 话音刚落 管家就将一台被黑布覆盖的仪器推了进来 当黑布打开的那一刻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这是一台电疗仪器 大叔更是坐不住了 他可不想为了钱丢掉信力 拿着5万块准备退出游戏 然而下一秒 其他人被吓傻了 纷纷起身想要离开 但在管家们的威胁下 他们也只能乖乖回到座位 显然参与与否已经不再是自愿 他们将继续进行接下来的生死游戏 这是一台高压电机治疗仪 男人分别把通电的头套 戴在卷毛和阿珍的头上 然后再给卷毛一个遥控器 上面有红蓝两个按钮 蓝色是奠击自己 红色是奠击阿珍 卷毛必须15秒之内做出选择 他没有时间犹豫 果断选择了自己 看着痛苦挣扎的卷毛 阿珍却露出满意的微笑 接下来是老人和阿珍 遥控器在阿珍的手里 游戏规则相同 可还没等计时开始 阿珍就立刻奠击了老人 除了阿珍以外 剩下的人都还保持着一丝人性 他们都选择了奠击自己 也没有受到太大的致命伤害 可游戏越往后就越变态 第二轮游戏开始 他们在地上铺满塑料 跟第一轮游戏一样 同样有两个选择 是用皮鞭抽打退伍兵三次 还是用兵追扎旁边的人 30秒必须做出选择 富豪开始催促 小美权衡之后 最终选择了皮鞭 在管家的示范下 小美狠狠地抽了下去 三鞭过后 退伍兵的背上留下了三道血痕 接下来轮到阿伟做出选择 可奇怪的是 被鞭打的还是退伍兵 即时开始 他无法去鞭打一个受伤的人 更不可能用冰锥去扎一个女人 但是不选择就会死 他只好再次选择鞭打退伍兵 六鞭抽完 退伍兵疼得满头大汉 可等到退伍兵时 被鞭打的还是他自己 一旁的富二代忍不住笑出声 退伍兵瞬间明白了 自己之前顶撞富二代 他怀恨在心 所以借机报复 退伍兵很愤怒 但又无可奈何 他不想伤害别人 选择继续承受鞭打 但身为前特工的管家 每一边都是致命伤 三边结束 退伍兵的背部已经血肉磨骨 下一个轮到胖哥 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退伍兵 他选择了冰锥 没想到一锥下去 扎中了老人的大动脉 鲜血立即涌了出来 胖哥赶紧用皮带止血 但没过多久 老人就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管家把他推了下去 现在轮到卷毛 是用冰锥扎别人 还是继续鞭打退伍兵 倒计时即将结束 管家用枪对准卷毛 他没有时间犹豫 拿着皮鞭走向冰死的退伍兵 几边下去 退伍兵的生命也走到尽头 管家把他拖了下去 第二轮游戏结束 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 于是趁着富豪和管家说话的间隙 所有人立即往外逃 卷毛打倒一个管家 接着向富豪走去 不料被富豪一枪毙命 听到枪声的众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又被抓回了座位 而现在只剩下四人 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终的游戏 水里逼气两分钟 还是挑选一个未知惩罚的卡片 作为一个赌徒 胖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卡片 打开一看 上面是一颗鞭炮的图案 意思就是握紧小钢炮点燃 胖哥很害怕 但时间有限 否则就会吃花生 他颤抖着双手点燃了引线 一阵爆炸过后 血雾喷了胖哥一脸 其他人被吓了一跳 胖哥倒地不起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管家把尸体拖了下去 游戏继续进行 现在轮到阿伟 是一只眼睛 阿伟不明白 富豪告诉他 你要用刀片割开自己的眼睛 管家立马递上刀片和镜子 计时开始 阿伟彻底崩溃了 他根本做不到 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 富豪开始倒计时 他拿起镜子 可还是犹豫了 面对死亡的威胁 阿伟只能舍弃一只眼睛 接下来是小美 他选择了逼气 富豪调整好时间 管家把他按进水里 此时的两分钟很漫长 他拼命挣扎 管家死死按住他的头 小美最终撑过了两分钟 而小美的卡片是牙齿 这意味着他要拔掉所有的牙 阿伟是最后一员 他选择了卡片 一个水桶加一个四字 意思是逼气四分钟 阿伟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 即时开始 阿伟还没来得及准备 就被管家按进水里 没过多久 他就窒息而亡 现在只剩下两人 他们将决胜出最后的赢家 使用抛硬币的方式 决定谁有优先选择权 正面是小美 反面是阿伟 管家抛出硬币 是正面 小美有两个选择 立即结束游戏 两个人可以安全离开 但是没有任何奖励 或者选择用枪击毙阿伟 拿走最终的奖金 本以为小美会选择结束游戏 没想到他犹豫了 因为他需要这笔钱 给弟弟做手术 阿伟想劝说小美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小美一枪击毙 他也如愿以偿 拿到了最终的奖金 可当他拿着巨款打到家里时 却发现弟弟已经服药自杀 因为他不想拖累姐姐 同时也解脱了自己 影片到此结束 为了这笔钱 小美抛弃了所有 随着弟弟的死亡 一切瞬间变得毫无意义 这场游戏没有最终的赢家 从他们做上宴会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输了 对于资本家来说 这只是一场玩弄人性的游戏而已